你看航運股其實是否有條件繼續炒下去 有啊 有啊 我們現在能不能按到 你們能不能按到網站嗎 你試一下按CCFI 網站?CCFI 是呀 是呀 你在Google按CCFI 第一個 你見到上海航運交易所 因為我們有時候炒一些航運股 特別是集裝商 你通常一定要看著這個指數 那你如果一看得到 其實你見到 見不見嗎 一下子是急升的 之前浮沉著八百多左右 差不多去年八百到九百之間掛行 那你見到剛剛對上星期 其實它已經升到1140 那就對比1月12號 對比1月5號 其實是升了至近兩成一的 特別為甚麼會升得那麼誇張呢 你看看地中海航線 和歐洲航線 說的是升了32% 和40% 那我想最簡單這件事就是 就是地緣的危機 那這件事又不是一些 必須可以解決的 所以你說我很短線的 我差了1919或者316的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1919和316都可以 短線去炒一炒 但是怕不怕整件洪海事件 就是暫告一段落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些股價會跌下來呢 我想它跌下來有位置走的 就是如果你看得到 還有這些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到 因為現在始終 還有那些人訂了一些商 都不是馬上說退又退的 我覺得這個炒作應該有一段時間 還有說真的 316或者1919 1919你都看得到 它這個位置都不算 它都算剛剛叫起步 還有航運一向都很周期盛的 它之前去年整個位置 當然加上隨飾 它都在7.7的位置還行 現在它輕微剛剛少少突破 我覺得你就算走的 就算這個跌下來 你去回CCFI 去回98 去回之前這位 850附近 那它可能都是7.7 7.8 那你跟這個現隔 不是說差得很遠的 所以我覺得 這些這樣的機會 就是在短線再炒一下